漲電價 民怨 食安破房 民怨 就在短短幾天快速的堆疊 沒有想到民怨已經漲破喉嚨了 今天居然有人衝到了術發部去開槍 我要趕快告訴我們這個現場 他到底什麼訴求 好 居強哥還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這個畫面我真的看著嚇了一跳 這在台北市的鹽屏南路的術發部的本部 你看到今天早上 我們把他馬賽克馬起來 居然有個男生帶著長短槍 但他怎麼有錢啊 普通人怎麼可能 對 他帶了槍去 然後他也很明確的不是要傷人 他要打術發部的大門口 把玻璃給打碎了以後 他人在現場等警察來 他並沒有拒捕 他也沒有逃跑 但是他要表達他對術發部的不滿 那為什麼 因為他現場跟警察講他來開槍 就是對術發部浪費錢 他非常的忍不住 因為這樣帶著槍衝到那一張扣板機 對 那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我們不去英雄化這個行為 因為他怎麼會有槍呢 他跟吉達講他幾年前買了槍 後續我們等警方偵辦以後知道 怎麼會有長短槍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是他的臉書貼文 現在跑出來了 臉書貼文他一直對術發部 就非常不滿意 我就問俊翔哥還有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什麼都要漲 四月要漲電價對不對 很多便當作漲價對不對 然後這幾年 尤其是201到現在 馬英九總統卸任之後 蔡英文總統上來之後 我就問俊翔哥 以前一年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四百萬的陸客 現在還有沒有 沒有 現在是完全沒有 不是說四百萬變兩百沒有 大陸連團客都不來 自由行為基本上不想來 再加上疫情 他在南投他是民宿業者 所以 海嘯第一盤 全都扛掉了 是 那你沒有辦法 因為政策的關係 我的這個工作呢 完全因為我們兩岸的這個對立 他沒有辦法在維持他的工作 他會有心聲這個覺得不滿 這我理解 但是他看到新聞上面講說 嘿 你訴發部 怎麼看那些錢 又中風 又租出 幾千萬幾億再花對不對 他覺得訴發部非常的浪費 你看這是他貼的文章 他貼了一個小丑的貼圖 劇情我就不多說 大家去看那個電影 就是有很多不滿 然後他文字上告訴你 你們所成立的訴發部 為台灣做了什麼 只會幫你們這個無能的政府 做內宣 每天在那邊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辛苦的納稅錢 來養你們這一些 他用詞很激烈 你們這些綠能政策導致台電 他有在看新聞 反正總之 包含了訴發部的浪費 包含訴發部的這個租金 包含了我們的這個電費 跟我們國家的能源配比政策 他都不滿 所以最後他採取了 最激烈的一個行動 我們再強調一次 不支持民眾說 因為你對政府有不滿 就去開槍 而且不能有槍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現在是真的爆發了 滿到紅樓了 接下來我要請觀眾朋友 來看這一段畫面 王世堅 民進黨立委 對於訴發部 他氣到一個什麼程度 你不要說老人 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你來看看 你們的報告 我四個字形容 天馬行空 有個111 民眾就應該相信 這是政府來的 這麼幼稚 拜託 我待會兒就發個簡訊給你 看你信不信 我發個字送你訴發部 裝神弄鬼 虛勢盜明 我懶得讓你回答了啦 我看你那個嬉皮笑臉的樣子 你今天沒打瞌睡 就已經奧彌陀佛了啦 打過瞌睡 沒五三二的份啦 你就是打過 我沒看過這麼惡劣的官員 那個主席時間暫停 我生氣個三秒鐘 民怨沸騰 還怕沒有理由嗎 今天晚上節目一路看下來 又是電費又是食安 再來一個訴發部 我來跟大家講清楚 為什麼民眾會這麼去訴發部 剛剛所講的那件事情 再加上這個李懷仁次長嘛 那我也跟李懷仁次長說了 來 導播我們再看看那個畫面 今天立法委員 你不管他是國民黨 民進黨或民眾黨 質詢的時候 你同意不同意 你就在笑什麼啦 今天王世堅不爽就是這個啦 我講什麼東西 你在那邊嬉皮笑你幹嘛 有沒有 你看 因為王世堅很生氣 那他氣什麼 我就跟俊昂哥講 剛剛那個男投民主席 他氣什麼 氣處發部浪費嘛對不對 好 那處發部現在因為說他打炸 成效大家覺得說可能慢了幾步 那他努力再打炸 我們希望他能做更好 他有一筆預算一千兩百萬做什麼 就是所謂的GOV.TW 政府的短官網 還有一個就是EE的簡訊 他說呢我們現在只要有EE簡訊的話 你看到的簡訊的來源 它的來源是EE 就是政府的簡訊 王世堅直接講說馬上就被破解了 開啟你幹什麼 好 那你可以跟王世堅委員報告吧 是 報告委員我們是EE真的有效 現在目前哪幾個政府部門 我們的簡訊出去以後 而且你要告訴民眾 觀眾朋友你知道EE就是政府的 這官方簡訊嗎 很多人還是不知道啊 所以到時候如果來一個EE呢 四個E呢 那大家會不會看了以後覺得說 以為他是政府的簡訊 詐騙無所不在你要防炸 委員質詢你 特別他還是民進黨的委員 你就不要嬉皮笑臉嘛 那嬉皮笑臉呢 被罵了以後下去 王世堅真的生氣了 不讓他回答了以後 他講說看你在那邊 還敢打磕睡以後 他已經下去了喔 他沒有讓他講話 他跑回來說 我沒有睡覺 還硬吹一氣 但王世堅就說我明明就去年看過啊 來觀眾朋友 去年在跟李貴敏的時候 他那時候有一次的質詢 這個畫面我們節目有討論過喔 到底是怎麼回事 迷之三秒鐘 你看他頭點下去有沒有 就這樣 那到底是怎樣 我不是李懷仁我不知道 那李懷仁他的公開說法是說 我的眼睛小 你不能說當我在睡覺 可是為什麼頭點下去 看起來有點貌似在打瞌睡這個事情 其實說實在的 各界的解讀真的都不一樣 這樣我懂了 看完今天的這個畫面 不打琴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啊 怎麼這個時間要你苦民所苦 還是這種態度 好 這一串呢 這個叫做實驗組 來這一串叫對照組 這個人是誰 韓國瑜院長 你不要講說什麼苦民所苦 他就講莫忘世上苦人多 什麼都沒做 不然他憑什麼當人氣王 所以俊強哥 反差就在這裡了 你本來想說 政府應該拿拿稅人的錢好好做事 發現有浪費的時候 是不是特別氣 你本來以為大家想說韓國瑜 他就是用膝蓋走路對不對 每天揪空 外兵來的時候馬上出寵 結果到現在為止已經兩個月要過去了 他外兵團一個接一個 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那這一團是這個泛歐的綠黨 來觀眾朋友 講到這裡柯文哲中槍 因為呢 這個泛歐綠黨的這個主席 他當場跟柯文哲 不是 跟那個韓國瑜抱怨柯文哲 他說他也就 這個人怎麼有關係 不是 我有看那個畫面 我也是嚇了一跳 等柯文哲出來解釋 他跟韓國瑜講說 我們這個泛歐綠黨 在這個歐洲是得票 平均歐盟是10 可是德國我們拿到21% 21%小黨算不錯啦 結果他敗會柯文哲的時候 因為都是小黨 柯文哲當場跟誰比 我26比你更高 所以這個主席當場跟韓國瑜講說 我們被柯文哲嘲諷 他的制度比我高 我回去以後我要再努力 希望之後呢 我們可以超越柯文哲 當場那個韓國瑜 他什麼反應 他說 喔 他不用等翻譯喔 英文一講完 喔 喔 他就喔了一下而已 他怎麼可以講這個話 但是問題是 你看喔 韓國瑜也沒有去批評柯文哲 他沒有 這就是立法院講韓國瑜嘛 那你要知道 他現在到了什麼細膩的程度 到現在為止 包含了3月15的那個取消質詢 後來變成是黃國昌跟柯建民在吵對不對 韓國瑜他是開放的嘛 然後他立法院每天忙 中午時間吃個水煎包 連這個 郭哥 郭子淺 因為他模仿秀嘛 真假 他做節目 來觀眾朋友 因為這個東西我有第一手消息 郭子淺並沒有一定要去找韓國瑜 並沒有 因為他知道說韓國瑜現在苦不所苦嘛 但是國民黨好幾個立委講說 你都來了對不對 我帶你去 我們帶你去找韓國瑜 就沒想到韓國瑜辦公室的人 非常的有Sense 剛剛講有沒有 質詢CPL的人都沒Sense 浪費錢還要對不對 就是沒Sense 但韓國瑜有Sense 他現在是全民的立法院院長 他認為我上班時間 不宜跟這個 可能就是有個節目啊 攝影或怎麼樣 就婉拒郭子淺的那個見面的邀約 這就是實驗主跟對照主 韓國瑜 直到自己 要先做該做的事 再做想做的事 雨萱你怎麼看 搞到天怒人怨 我是訴發部這件事是一個層次 但是你坦白講 其實現在難道只有訴發部的問題嗎 因為你仔細看那個 當事人他 包括他的臉書也好 他的po文 因為他有去對於自己的所謂跟行進 做他的詮釋跟解釋嘛 他的引述真的是小丑嘛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相關的電影 也知道他對於這個不滿的 訴發部只是其中一個表身 一個代表而已 因為現在整個政府的焦點 包括部分藍綠 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確實是聚焦在訴發部這個案件之上面 他只是顯而異見 但我也是你仔細看啊 包括所謂的無能的政府也好 大內宣也好 他是對於整個執政 甚至八年感到的憤慨 所做出來的一個表達 所以倒不是針對訴發部 那你把這件事情 反觀到韓國瑜身上 其實就顯而異見了 包括我們剛才講到韓國瑜 現在連郭子淺都要特別去 模仿他跑到立法院去 理論上來講 我並不覺得這對來韓國瑜是一個好事 我必須平心而論 因為韓國瑜他這一次 跟所謂的過去的模仿秀也好 跟藝人也好 跟網紅也好 其實完全不搭嘎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居相哥 因為韓國瑜他只做事 不作秀 他不做不講話 也不花言巧語 就只做事 所以這才是他這一次 會贏得明顯的關鍵嘛 所以你仔細看 為什麼韓國瑜連 跟郭子淺見面他都不願意 因為一旦見面 他又回到過去的韓國瑜了 那昨日的韓國瑜 基本上已經死了 今日的韓國瑜才剛出生 對於他而言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你仔細看 他所謂的專注意識也好 愛惜羽毛咬 包括其實你看 連水煎包這一件事情 他從頭到尾也沒有講太多的話 也沒有說太多 但是在輿論上 在新聞媒體上 甚至在討論度上 都已經整個大家熱到炸鍋了嘛 結果韓國瑜只說了什麼 就媒體問他 他說對 就一個字 就對這一個字而已 他是直到了事後 已經結束了 他才特別去PO那張照片 其實事實上 我認為連那張照片都不用去PO 因為現在大家真正對他的期待 這才剛開始而已 不是在現在 而是在520之後 當賴清德真的上任之後 我們可以預見到的是 朝野的紛爭 一定會越演越烈 不論是說賴清德 喜不希望 國民兩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的衝突 甚至民進黨的立委希望在立法院激起的火花 這是勢必會產生的 因為各自要對各自的選民交代 進行對抗 比如說我就舉一個顯而易見好了 電價這件事情 電價現在國民兩黨 民眾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 即將要去凍結這個電價 那請問民進黨會不會產生抗爭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怪的局面 官員是民進黨的 但底下抗議的也是民進黨的 反而是國民兩黨 再去捍衛主席台 所以這個時候誰會變成議題的焦點 韓國瑜會出現 所以我說在未來 他如何去處理這些紛爭 處理這些糾紛 動輒得救 如果處理得好的話 這一股聲量只會水漲船高 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不管你什麼鍋子錢 不管你什麼水煎包 不管你什麼網紅 什麼樣的聲量 都會一氣破功 這才是真正重要的點 董哥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選舉 雖然大家覺得非常不滿意 但是至少我們讓國會 國會改變了 政治沒有改變 民進黨 那個爛黨還繼續在執政 但是國會改變了以後 從韓國瑜開始 總部處先查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大家看了 他現在的 對自己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然後當然 整個從頭做起的時候 勾紙錢看到的是什麼 他的節目看到就是 哇現在台灣政治人物 聲量最高 韓國瑜百分之五十二 蔡英文成建人只有四十幾 哇那當然節目可能 希望有這個效果 這個不怪他 但是韓國瑜 畢竟跟國瑜不一樣 國瑜 韓國瑜自己在參選的時候 他做了很多好玩的事 那大家覺得說 這個韓國瑜很親民很怎麼樣 現在也不是不親民 可是他現在多了一個身份 立法院院長 那當然你變成有些東西 就要跟公子田說抱歉了 韓國瑜如果再下去 民進黨一定會講 你又開始在辦小丑了 現在台灣小丑已經夠多了啦 數位不得理懷人 打瞌睡打得這麼明顯 唐鳳自己本身裡這個小丑 這些人都覺得我智商高 我懂了這些科技 知性 後的網路數位東西 我比你們都懂 他們小丑中的小丑為什麼 他不會做人啦 你不曉得你今天領政府的薪水 你要對老百姓負責 不是那種嬉皮笑臉 你應該拿出你的責任嘛 是不是唐鳳每天在發正如的錢 發到什麼離譜 他去美國開會 機票17萬耶 各位想想看 我們現在大家為了 這個電價漲價鬧得不可開交 我們正如這些單位 還在用這些人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台灣人民所關心的這事情 民進黨都不放在眼裡啊 好 柏宜你怎麼看 高張的民怨跟那一串槍響 這個實在是 是什麼訊號啊 書發部雖然在112年度 他的總預算 已經高達了217億 但我個人認為 感覺不夠用啊 還要繼續追加預算 他必須要繼續追加編列 防彈玻璃門 以及人身安全的預算啊 因為居然連書發部 都可以做到爛道 讓民眾繼續你們開箱 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是我也請蔡政府 包括了唐鳳部長 你們好好想想 為什麼在你們的執政之下 為什麼在你們努力之下 詐騙案件不但沒有變少 民怨反而天天高漲 讓我們人民生活不下去 不要在每天只會管你的能源 不要每天只會管你 卸任後 你的歷史定位是什麼 好好地想想人民 好好想想 曾經支持過你的所有民眾 讓他們都有一個安全 和樂 而且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 才是一個 身為執政黨 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不要每天都只問你 自己的政治考量 為了你們的選票考量 這些東西 對於民眾而言 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這種說鐵 這種捍衛 我就想到四個字 莫名其妙 我要帶你們來看到 也是有一點莫名其妙的 什麼也沒做 什麼也沒說 就變成了國會人氣王了 韓國瑜 你來告訴我們 之前大家在討論吃那個水煎包 今天居然連說一杯水也拿出來討論 他到底施了什麼魔法 對 就要跟你講莫名其妙是掌電價 或是不知道這個民眾的苦叫莫名其妙 對啊 但是講到韓國瑜 除了莫名其妙還有一個叫 莫忘世上苦人多 也是莫 莫名其妙 莫忘世上苦人多 你講快一點 對不對 苦名所苦 他吃水煎包 所以韓國瑜基本上 你看他貼出了這個水煎包 我現在懷疑全台灣的水煎包店 是不是 拼了命的要請韓國瑜來吃個兩口 一個水煎包 你知道我剛剛去看 我剛剛錄影前 光是加一張照片沒起來什麼 2.5萬個讚 請先個分享 這什麼道理 我如果是隨便當老闆 我都給你門口 可不可以請總部處 或是門口的 幫我送去韓院長辦公室 一人有價 有價有報名 那我們今天我們直接告訴大家這個現象 也不是說韓國瑜造神 他現在多旺 人氣確實是高 但是就是那句話 莫忘世上苦人多 立法院新國衛星氣象 立法院院長在立法院忙 現場還有時候民進黨立法院 你是跑去喝酒了 沒有啊 立法院啊 你是不是吃山珍海味 是不是大魚刀 是不是還在拼高粱 沒有啊 不喝酒啦 守時啊 中午因為開會時間很短 吃什麼 簡單吃水煎包 如果有辦法坐下來呢 來 洪門凱貼出這張照片 其實你看這應該就是立法院的那個 立法院裡面有一個餐廳 我以前好立法院常常去自助餐 你看他有這個茄子 我才不吃茄子 我喜歡吃高麗菜 豆干 然後弄一個粥 然後水煎包 就這樣啊 立法院就這樣吃啊 你說山珍海味嗎 沒有 你要說什麼他故意擺拍嗎 不是 他最近就是這樣吃 所以呢 跟庶民一起 跟庶民一起吃 韓國瑜他的生活簡單 以前當著高雄市場的時候 其實猛烈攻擊 現在當立法院長了後 如魚得水 我這句話是要講幾次 就看起來他的民調啦 聲量啦 支持度啊 都很不錯 因為他現在正在一個 對的位置上面 在當人民的這個代言人 當國會的議長 他的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的 都變成美光燈關注的焦點 那剛剛開場的時候 偉翰其實講了一個 開一個偉頭 我們這邊來接偉位 他說講到韓國瑜 江湖出來混 要還的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場景出現在八年前 居然是 什麼東西 叫既視感 似曾相識 來看這張畫面 主席時間暫停 我喝一口水 那我沒有水啊 可以拿一杯給我 我也口乾舌燥 你也可以喝口水啦 流氓也可以喝水啊 那我不喝了 因為我不是流氓 我不喝了 因為他講說你是流氓 韓國瑜跟他一來一往 他完全不是說不落下風 所以後來才忘記了嘛 是 北農總經理的階段 所以當時的王世堅 是不給韓國瑜喝水的 韓國瑜說 因為柯文哲喝水 王世堅喝水 這是2016年的台北市議會 為什麼我北農總經理沒有水 我也要喝水 轉過頭去看誰給我送水 沒有 結果王世堅吐他一句 流氓你可以喝水啊 你喝吧 流氓那對不起我不喝了 所以當年的王世堅對韓國瑜 還有昨天的 導播再看一次 現在立法院的王世堅跟韓國瑜 堅哥也是問你一下 報告主席 報告院長我可以喝水嗎 我跟你講 這個漏網鏡頭是 當看到王世堅一直在咳嗽的時候 現在有水對不對 是韓院長 因為麥克風的聲音其實有傳出來 議事處 去送熱水給王世堅委員 所以那邊水是 韓國瑜是韓院長 因為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在這個大院裡面 助理不能進到議場裡面 他助理不在現場 但議事人員可以走動 韓院長溫馨的交代 給他一個水 有沒有 他給他水了以後 然後他說你可以喝 那當然啦 這個事情結束之後 現在大家要問堅哥了吧 要問要問要問 他說總是這句話 出來混了 終究要煩 現在韓院長跟王世堅委員的互動 八年前八年後 完全是不同的場景 不過一杯喝水的這個畫面 成為經典八年前後 正好對照 最後還有一個畫面 文漢也帶我們來解讀 我們都在講 民進黨團是無時無刻 沒有在想 任何有坑有坑 我就要來卡寒 來 這段畫面 怎麼會在這裡 和樂融融起來了呢 因為陳建仁院長 基本上他已經講 520之後 他沒有議院繼續擔任 那我看起來 賴清德總統當選 可能也不會找他 所以呢 他在立法院的這個備詢 昨天就是最後一場了 那結束之後呢 民進黨的立委 因為總是要歡送一下 我們盛騎士大人哥嘛 所以就邀請這個 陳建仁院長說 我們來跟民進黨的立委合照 但問題是 你在我立法院的地圖啊 韓國瑜也很客氣喔 那我可以一起嗎 因為你在立法院合照 他問了這個是我可以一起嗎 對 那當然也是歡迎 所以就兩位院長 跟民進黨立委 跟陳建仁一起招架有沒有 就看到這是一個 就我常跟大家講的 你就知道說 韓國瑜院長 他現在目前就是立法院的院長 他不是說幫著國民黨 要去修理民進黨 他現在就是跟藍綠白都等去 也因為是這樣 你看這個畫面 留下了兩個院長 跟立法院的民進黨的立委 一起合照的畫面 韓院長的民調才會越來越高 超越柯文哲 也超越蔡英文 來 雨萱來幫我們解密一下 韓國瑜的人氣密碼好不好 因為我一直在跟各位宣告一件事情 就是說520之後 在立法院唯一幫得了 唯一願意幫 也唯一會幫賴清德的人 會是誰 是誰 當然是韓國瑜 我們剛才稍早討論跟說什麼 電價 那請問藍綠白要做什麼 電價洞漲 那請問如果電價洞漲之後 排電真的又虧損了 加速破產 對嘛 加速破產 然後被迫真的沒有辦法 晃出他下 誰可以解救他 也只剩下立法院長可以 調和抵耐嘛 因為現在有個態勢非常明顯 否則你看黃國昌就知道了 像黃國昌每天言辟韓國瑜 這太離譜了吧 我連叫都懶得叫了 那他以前怎麼對韓國瑜的啊 以前怎麼講國民黨的啊 氣炸了嘛 就是現在黃國昌每個畢恭畢敬 連經過傅坤其身邊你知道他要幹嘛嗎 拍拍 總照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對不對 太離譜了 所以你看在這種整個在野陣線 已經整合狀況 各位不要誤會了 我講的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但這包括不包括韓國瑜 不包括喔 所以你在未來整個在野陣線整合狀況下 你勢必得仰賴有一個人居中調和抵耐 而這一塊服務只有韓國瑜嘛 所以韓國瑜他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其實他沒有 他什麼也沒做 他只做到一件事情 立法院長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今天是我雖然沒有取得執政權 我國民黨沒有執政權 但我作為一個在野黨 我對所有人都平均的對待 我對所有人都公平的對待 所以你今天講他人氣高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啊 你包括當天在那邊起步步的對不對 要挑周萬來的單挑的 要罵他說你去把韓國瑜打 你去把韓國瑜說啦 叫韓國瑜不可以這樣啦 不可以這樣沒收執詢權 就他今天在做什麼 最後一個質詢任內 跑去跟韓國瑜合照耶 那個不是啊 瑞熊啊 我建議你啊 你可以去當面跟韓國瑜講嗎 私藥小姐姐也在啊 人家鬧人家傷勢 辦傷勢跑去鬧場的私藥小姐姐啊 對不對 我們四組巧心也在旁邊啊 對不對 這都在嘛對不對 奇怪啦 你們兩個最有意見的不都是韓國瑜嗎 這時候為什麼蹭上來了 為什麼全部都黏上來了 怎麼不當面跟他講 周雷小你可以跟他講你笑笑啊 對不對 無私藥你可以跟他抗議啊 所以很顯然嘛 各位 十四男黨 現在的十四就是 民進黨得要擁抱這根服務 他才是他們最好的好朋友 後知 沒有 剛剛講到那一段影片 我真的建議大家回頭去看 我今天回頭去看影片 真的超級好笑 好療癒喔 那不只是王世堅跟 大家當初只記得說 我不喝水我不是流氓 那你再回頭去看 包括他那時候跟那個柯文哲 韓國瑜被那個 被王世堅罵得一塌糊塗的時候 柯文哲講什麼 講說這個人不是我早 這個人是好龍丁早 他竟然要拚過了 你有看到嗎 你看現在的時候講說什麼 陳北京講說什麼 兩個不為人知的情誼 我跟你講這個影片你去看 反差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建議大家再回頭去看 那韓國瑜現在的狀況 為什麼會好 講一句話就是說 他今天的狀況就是說 第一個 積極地反差大 大家覺得說 你原本 大家預期你會做不好 然後再來 可是就發現他穩穩的 因為他很清楚就知道說 他不是那種 以前那幾個院長 不是王金平 不是那個 那個游錫坤 都是黨內大佬 或黨內人員很好 所以他規規矩矩 安安分分的做 他沒有做什麼 讓人家說 有一個很大的預期 我就是很安安分的做 然後呢 以前立法院長 都給人家感覺是什麼 喬王嘛 對不對 他就沒有能力喬啊 所以我就規規矩矩 安安分分的 大家該怎麼樣 就怎麼樣 然後一次兩次 然後加上你民黨 一定要盯著他嘛 我覺得他聲量高 聲量高 他就沒做什麼事 聲量高 因為你一直定著他犯錯 結果他沒犯錯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一舉一動 就會變成大家覺得說 有梗 又加上王世堅這種事情 他聲量怎麼 王世堅這種浮龍王 聲量怎麼不會高 所以他的狀況就是說 其實你包括像 你看這個 陳建仁這個合照 距離那個莫收詞群 其實沒多久了 當初民進黨怎麼罵他 現在的狀況就覺得說 大家都通通摸摸鼻子刃啊 所以他的狀況說 民進黨要去改心態啦 就是說你像黃捷一天到晚想要頂高機 王毅川一天到晚想要抓酒駕這些之類的 他們如果一直盯著韓國瑜 只會把韓國瑜越打越好 越打越高 是巧欽 其實我覺得分成不同的政黨 如何在現在以及未來看待韓國瑜 就可以解釋這個現象 你看現在國會 民進黨在國會是少數 賴清德主席耳提面面告訴他們立委說 我們已經不是多數黨了 那怎麼辦 你覺得民進黨的人如果來 覺得許曉欣太煩了 來跟我談我會理他嗎 我不會理他 我怎麼可能會理他 不可能嘛 可是我會不會尊重 尊敬我們的院長的才識 我會 所以你今天如果呢 你能夠搞定韓國瑜 我們不要講搞定 你可以跟韓國瑜好好的協商 好好的互動 你在藍軍這邊才有機會嘛 你民進黨在立法院才有機會嘛 你賴清德的執政才有機會嘛 可是我們反過來講 你看那個所謂的綠營的這個巨嬰質詢事件 引起多大的反彈 是因為他們跑去呢 等於是說攻擊了韓國瑜 引起了國民黨整體的反彈 才會有隔天你在那邊衝撞卡位啊 最後國民黨踩得比韓國瑜院長還硬 韓國瑜院長非正式正式開了兩次政黨協商 國民黨團就說 那你們要承認 你們當初對韓國瑜這樣子的說法 是不公道的 怎麼跑去踢館 還說什麼人家是不是下班了 講這些有的沒有的話 要不要先道歉 所以今天賴清德希望 未來有一個平穩的執政 他的政策想要落實 他的預算想要通過 來不可能來找許小新啊 那你當然你們要對院長有基本的尊重 不能像過去那樣子 國民黨是不會接受的 最後民眾黨也貼過來為什麼呢 因為能夠增加他們在立法院的影響力嘛 你看現在民眾黨他們還要一直去對付這個柯建民嘛 柯建民跟他們之間的衝突角力很大嘛 所以這個時候三黨的政黨協商 當他們跟韓國瑜院長處於一個有好的關係的時候 也是可以增加民眾黨在國會的影響力的 所以三個政黨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 對對三邊來說跟韓國瑜院長有好的關係 穩定的關係都對彼此有利 所以他現在變成整個立法院的最大公約數 民進黨團真的對於執行權有這麼在乎嗎 好那就保留彈性看到韓國瑜他召開了這一場朝野協商 民進黨團就要求輪到執行的立委如果不在 那就全場休息等好等滿等到委員到了再開始 真的有那麼在乎嗎 今天陳建仁就在520改組之前最後一次來備詢 有多少人改書面質詢了 今天委漢到我們來看就這個現場 這個現場讓黃國昌大爆炸 這個現場是朝野協商 韓國瑜一個動作讓所有寒算通通都現行了 好俊翔哥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國瑜院長調和鼎案 又來了 委員質詢對不對 釋款責員 是 來朝野協商 國民黨很堅持 你們自己沒有來的啊 雖然我們大義滅慶又有羅明財圖權級 也就是算了 但是問題是民進黨想說 你救救圖權級啊 我們想讓他恢復執行權 其一恢復執行權 其二 柯建民來找一下柯建民 他提出一個建議 比照台北市議會 我們今天有台北市議員在這邊 彩薇 他說不然就這樣好不好 以後我們就定時間了 俊翔哥你第一個2點半15分鐘 我第二個2點45 那雨萱就是3點 一個人15分鐘 講好講滿 所以雨萱3點 你就算是2點半來也不關你的事 那如果俊翔哥他突然有事情要主持 沒有來怎麼辦 大會15分鐘等待 等啊 官員都到了一起等 那等到了2點14分 對不起2點44分 換我2點45對不對 我突然覺得說 我肚子在聽 我改書面 我改書面怎麼辦 再等 等到後面3點的時候 雨萱才能上 可是雨萱其實這樣 你不然坐在那邊 不能上台 柯建民的建議 我講這樣大家聽懂 柯建民說 我們改成以後就是時間制 一旦排出來以後 那就按表操課 其實有委員臨時沒有來 那就站在那邊等 等完15分鐘就好了 就不會有人覺得他被沒收 雨碧 黃國昌爆花了 他大爆花了 他說等一下 如果臨時給我改的那個 對不對 書面諮詢怎麼辦 我們那個基礎點要怎麼算 對不對 然後馬上就有人插嘴 是不是書面諮詢 書面諮詢不算啊 這現場口頭諮詢才是要等 可是問題是他那個基點 要算清楚啊 沒有的是 你有什麼插我的嘴 黃國昌大爆發 來看這段畫面 很重要喔 因為有 講的是口頭諮詢 不好意思喔 請你尊重人家發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講話 你插什麼話 你在講話 我不是在插話嗎 我再來再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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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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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毅姐他不就是 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喊巴拉喊 他有必要這麼生氣 學長哥 你剛剛講話的時候 我有跟你插話嗎 我有跟你插話嗎 對不對 大家剛剛還以為 大家剛剛還以為 我講話很大聲 對 國昌的畫面放下去 小無間大無 我只是模仿國昌 國昌是我的好朋友 我跟你講 他很討厭柯建民插話 但柯建民 昨天確實有幾句話 但後來柯建民有解釋 我們沒有辦法放那麼長 他跟黃國瑜院長說 欸 院長 我是提案人 因為我建議要改時間制 那我要提案人 你解釋啊 他誤解了我的意思 他的意思說 前一天是書面就是書面 你不要到第二天再來改 所以我給你解釋一下 怎麼了嗎 但黃光講說 你等一下 你前面講多久 我都沒有給你插話 我一講話你就插話 我就講 有交情就沒關係 沒交情就有關係 大有關係了 撐幾何時 這個不常見 我也不可以講是唯一啦 把另一位麥克風來 導播你看再放一次 喊到麥克風破音 是啊 根本沒辦法收音 中間幾個字還吃掉 為什麼 因為現場的瞬間分配超過130 對不對 那升級完以後 東西一拍 桌子一拍 然後就出去了對不對 旁邊他有 你有注意聽到剛剛柯建人講什麼嗎 趕快趕快 趕快趕快 對吧 他的意思就是嘲諷你 你又在演了 柯建民之前有錄過一個影片 他說黃國昌很好激怒 我講的是2016到2020 記不記得我們報新聞 當黃國昌來當總召 我講說他們兩個對不對 作對私殺 選院長不會合作 有沒有 記不記得 有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段對不對 師前的恩怨嘛 他之前就有曾經接受訪問的時候 笑笑的講說 黃國昌很好激怒 我只要給他吐一下 他就會 然後呢就會跑出去 四年前 他說他就會跑出去 可是這個是昨天的 你看黃國昌又生氣又跑出去了 現在很多民進黨是講說 等一下 國昌老師是不是中計了 他故意激怒你 然後呢你就真的跑出去了 所以現在重點 到現在為止我現在講這一題 大家還在吵啊 綠白的事實者還在吵 結果黃國昌錯了嗎 黃國昌被插話 柯建民沒禮貌 那民進黨是講說 柯建民你果然是國昌特新 你一戳中他 他就跑出去了 這就是黃國昌昨天 跟柯建民他們兩個的對決 但是從頭到尾其實 居然個現場分威數那麼高 有一個人氣勁神絕 我們大家還是和快一點 他完全沒有受影響 韓國瑜院長 導播這方式那個畫面 有帶到他 黃國昌跟韓國瑜院長 抱怨有沒有 他跟他講說對不對 他這樣子就不尊重了 有沒有 你看他後來跑出去以後 對 這個韓國瑜院長跟柯建民講說 好沒問題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繼續開會 然後還把柯建民的辦公關掉 他說好你不用再講了 把柯建民關掉了 他說為什麼我要把他關掉 所以韓國瑜院長 如魚得水 立願有魚 就是這個意思 他其實是面對了這個 藍綠白的攻防 他都沒有特別的 有什麼樣的心態 而且他的心情非常的平靜 那到現在為止你要知道 因為這個韓國瑜院長在立法院 他現在目前 他的新的院長的作風 不同於游錫坤 蘇嘉全跟王金平 也讓很多的觀眾朋友耳目一新 他按照這個所謂立願意識規則辦事 雖然他的動作出手重力一點 可是他的態度非常的溫和 然後也跟大家講說 要質詢權 他也就開放大家討論 他也沒有說不行 可是國民黨反對的狀況之下 到現在為止這個事情沒解 那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是反映在 實際上的網路聲量的 因為韓國瑜已經不是 有台不是做民調支持 他是第四嗎 前面有盧秀燕 陳其曼 但你要知道聲量他是第一 現在目前韓國瑜的網路聲量 他是第一遙遙領先 連總統跟柯文哲都輸給韓國瑜 所以當他的整個聲量往上衝的時候 就知道現在全國人非常關注的 就是韓國瑜院長 那沈富雄沈大好也講說 這次韓國瑜有這麼厲害 人家在立法院 就是說整個立法院 被他弄成一個洞 我們可能是沙漠的生物 或是透過透明玻璃看到裡面的水 游來游去 對 水族館裡面有水族館的生態 他把整個立法院 那大家可能有大魚 有小魚 有綠魚 有白魚 有藍魚 但是大家都在水族館裡面對不對 那水族館這個zone 是我韓國瑜的zone 所以呢 如水得魚 如魚得水 立願有魚 韓國瑜 來 雨萱 太離譜了 這個今天一吼 把韓國瑜吼上了人氣新高度 坦白講我反而看到黃國瘡這樣 安心多了 今天應該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黃國瘡最近這一陣子不正常 他最近這一陣子喔 你很久沒有看到他 再如同現在這樣子咆哮的 以前在立法院是怎麼樣 就比如說呢 我們從紅樓進來嘛 那遠遠你就會聽到一個聲音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忘來了 忘來了 國昌正常發揮 但這兩個月請問一下 黃國昌有沒有這樣咆哮 很久沒有了 很久沒有 安靜了 現在你知道黃國昌最近流行什麼嗎 岩碧韓院長 韓院長指示 我尊重韓院長 根據韓院長的安排 你不講我都以為黃國昌 那一爆之後 已經變成韓國瑜的小弟了 就很怪嘛 所以我很擔心他嘛 我就覺得他這一陣子很怪嘛 就已經跟以前的戰神不一樣了 現在戰神回來了 對 他現在變成是比較小藍 那一種宗教嘛 或者說小韓就是一種宗教 或你要把兩個湊在一起也可以 就是黃國昌已經變得不是原本的樣子 直到今天我終於釋懷了 心中大石頭放下 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回來了嘛 如同過去咆哮的黃國昌嘛 不然現在每次爭論節目上 都只有我一個人在叫 我都覺得有點孤單嘛 沒有人陪我一起叫嘛 所以狀況是這樣 但我坦白講 黃國昌他真正理文本是什麼 其實他不是真的叫啦 駿翔哥 演戲啦 你知道哪個演戲嗎 他前台詞是什麼 我就問你看喔 他現在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言蔽韓國瑜 都跟著韓國瑜走 然後被民眾黨笑 被太陽花笑 被所有他的支持者笑 所以你黃國昌怎麼會變成一個小藍的形狀 那理由很簡單啊 他未來要幹嘛 選新北市長嘛 所以他勢必得跟國民黨合作嘛 那駿翔哥我訪問一件事情喔 如果他不在這個時間點講說 你插什麼啊 每次講完就插啊 他不這樣演這一齣對不對 那我請問他如果坐下來 他接下來要講說什麼 是不是所有的立場都會跟著傅崑奇 都跟著洪孟臺走 那請問他是不是又要被民進黨驚退 小藍 對嘛 所以你看懂了嘛 他正在做什麼 我講完說一切按照一絲規則 我不知道你民進黨在這邊吵什麼 然後呢想說好 那我趕快畫下個據點給自己台階下 而柯建民剛好這個球就丟過來了嘛 丟過來之後 我跟你講啦他就吼個幾句 他才可以安然退席嘛 退席之後他需不需要再表態 不需要了嘛 所以他真正目的在這邊嘛 只不過這個數值喔 跟這個對話內容喔 小學生看了都搖頭 而且我最後講啊 誰啊大家 立法恩同仁麻煩去關係一下 那個麥克風的心理陰影面積好不好 應該很嚴重 我覺得高度懷疑應該壞掉了 董哥 對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黨團協商喔 就是不管你這個黨團人有多少 大家都是一樣的 平等的 是 那黃國昌掉頭而去的話 其實你可以讓民進黨一直要在搞的這個把戲 民進黨在搞什麼把戲 三約十五 唱名你不來 他現在是要回他的時間說 讓我再來口頭執行一次 他現在要求這樣 那如果國民黨答應的話 表示韓國瑜錯了嘛 你怎麼沒收他的執行權 那韓國瑜自己不方便講 讓黃國昌幫他那個 好那我一拍就走了 走了你 所謂黨團協商三個黨都要簽字 阿就破局了阿 當然就破局了阿 我又不在場 我已經掉頭而去了阿 是 那你科技民進黨還說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好那是你叫我離開我就不回來啦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破局 只要有一方不簽字就破局 那他已經掉頭離去他不會簽字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歹戲偷膨了 就變成民進黨下來就很難看了 因為你一直說還我執行權 現在還要還什麼 三月十五到現在 我們過幾天大家掃完木 就已經四月中了阿 你還在搞你這個歷史翻了好幾夜了 然後最後大家講說 你如果再炒這個就沒事了為什麼 因為是你讓人家唱名三次不來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攻防啊 有時候是很優微的 但是韓國瑜真是好整理俠 國民黨也不出聲 其實護盾也被插好幾次 他心裡也很不爽 可是他沒有發揍大黨嘛 那韓國瑜你可以看到 這應而一計成語叫做什麼 疑不可及阿 對不對 沒有人底的事啊 館國瑜也疑不可及 對 這麼你看這幾任的立法院長 他就笑一笑 好好好 那你麥克風寬調或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那種指揮肉定 反而讓大家覺得說 過去在立法院火爆 的男人是韓國瑜耶 韓國瑜過去在議場是丟油清杯子 痛打陳水扁 阿扁住院三天你都忘了 可是他已經 已經層次提高了 就像我們台北台之光 我們台北的監視器已經提高了 很多人不去講他的功能提高 韓國瑜用他的行動來展現 我現在已經是三美咖了 神父熊神道老說 立法院被韓國瑜變成水族箱 所以看到兩隻鬥魚在裡面鬥來鬥去 那我坦白來講 這齣戲我個人覺得一搭一唱 就對民進黨而言 他其實也想要下車 那柯建民抓到這個機會 所以 黃國昌在場 那我就來激怒他一下 讓他演了這齣戲之後 從今天開始沒有人會在討論 所謂的沒收質詢這件事情 大家討論都什麼 討論咆哮地啊 討論黃國昌整個大暴走 然後討論 你看今天早上柯建民還特別出來受訪 繼續談黃國昌 所以已經沒有人在談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被沒收質詢這件事情 其實在民進黨內是有兩派意見的 王世堅不是要急踩煞車嗎 就不要再討論這件事情了 所以你看 老柯知不知道這樣的情況 他當然知道 他當然知道這議題在吵下去 對民進黨沒有利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喔 其實柯建民他就特別 設了一個局 故意激怒黃國昌 然後大家 不轟而散之後 大家也不會討論說 這場協議 這場朝野攻防到底有沒有結局 不會有結局的 大家只會記得 一個人走了 那個人叫黃國昌 所以你看得出來 今天民進黨的戰略很清楚 他就要模糊整個的所謂 議事規則的情況 所以變成說 議事的焦點變成什麼 變成吵架而已嘛 其實吵架是大家最好理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看得出來 柯建民用這一招 其實他是別有用心的 他等了好久 昨天等一個下午 終於等到黃國昌講話 結果黃國昌一講 的確 我就馬上對你回去 黃國昌一講 的確 我就馬上對你回去 黃國昌一講 他就趕快走 趕快走 因為這個劇本已經達到了他的要求 所以柴薇你看到 今天院長手這麼一筆 他維持了高度 可是民進黨 提示提案了 什麼都沒要到啊 破局啦 其實大家看這個畫面很有趣喔 因為為什麼我要叫大家看這個畫面呢 黃國昌在怒吼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我們國民黨團的資深幕僚 黃國昌怒吼的時候 他馬上把頭低下來 意思要用手去遮住自己的臉 有沒有看到 對 你解讀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早就知道 黃國昌第一 一定會這麼做 第二 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上新聞 所以他為了不想要讓自己也上新聞 馬上黃國昌一怒吼 遮住自己的臉 黃國昌這種套路喔 四年前早就用過一次了 現在再持續的使用 也凸顯了第一 他自己完全沒有進步嘛 大家都說 這段時間 黃國昌在立院 竖了威 他到底竖了什麼威 他不過就一切就是依照議事規則走 他就人氣爆棚啦 誰會在浪頭上去卡韓 或許台灣民主基金會 會是下一個絕佳的卡韓戰場 您不信 來觀眾朋友我們來看到 徐曉星直接點破了 民進黨覺得 如果沒有辦法去卡韓國昌當董事長 反正這個卡不住了 至少要卡死執行長的任命權 這是民進黨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就卡在執行長的人事權 大家記住這個關鍵字 為什麼 來囉 現任的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 黃玉琳 他就直接公開發表聲明呼籲 新任董事長請尊重慣例 採取民主協商機制 選出新的執行長 這個在對韓國瑜喊話啦 可是這個 洪威今天來到節目 等一下我們就聽他怎麼講 他直接講破了 張誠白紙黑字就有規定 你是要協商個什麼呢 你再來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執行長 韓國瑜他去請英的這個執行長人選 盧葉忠教授他大爆料 他說外交部長 吳釗燮去找過韓國瑜 告知董事長讓你做 但是但是但是 執行長要讓外交部來指派 手握執行長的人事權 執行長為什麼這麼重要 宇軒你來告訴我們 卡韓國會龍頭的那個戰場卡不動 我就卡到這個地方來 如果這是下一個戰場 誰占上風 軍長哥我問你件事情 這黃玉琳是什麼東西 請問一下法律有沒有規範說 執行長是由誰任命 董事會相關規章說誰任命 董事長任命嘛 直接寫在條文裡面嘛 所以你在跟我講什麼慣例 你是吃到柯建民口水是不是 慣例叫什麼 漏習就漏習 慣例說我三點半到我再來質詢 因為如果院長我人不在的話 要等我15分鐘各位啊 這就是黃玉琳講的慣例嘛 所以現在民進黨喔 一個邏輯很簡單 反正呢規章裡面沒寫的 我就講慣例 違反法律的我就講慣例 如果法律有寫的 欸我怎麼講 違憲 欸我會講違憲 反正是胡扯瞎扯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啦 這個人喔就是利益衝突 他自己就要競爭執行長 不用在那邊 他講的還有下一句更扯 他說慣例是總統任命啊 我聽你在把布 什麼總統任命 法律就是法律 那難道你的意思說以前的董事長規章 都是塑膠 都是假的 反正最後面都是蔡英文藝人說了算 不要把你們肉喜講出來好不好 電電安靜一點 再來啊我們講 為什麼民進黨要去卡民主基金會 其實俊翰哥這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心理疾病的問題 這個心理疾病很嚴重 淨頭很重的 就是寒流創傷恐懼症 寒流創傷症候群 遇到韓國瑜 我跟你講這些民進黨 他聽到韓國瑜 他忍不住 他不反他都受不了 他心裡就不舒服 這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你看 民進黨為什麼每個人都反到自己 灰頭土臉 都還是要反韓下去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 錢的問題 各位 最近喔 民進黨在很多國會 包括辦一些什麼 北歐四國聯誼會啊 什麼 反正我跟你講 爸爸辦幹島聯誼會 反正你都聽都沒聽過就對了 他們現在每天 你知道做一件事情 就是拿著那個地球椅 然後一直在翻地球 然後一直指 這邊 還沒有人 趕快 辦聯誼會 我們就每天都幹這種蠢事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們 要做這種蠢事嗎 理由很簡單 就一件事情 國會外交有預算 有油水可以卡 以外交證明 那這個預算多不多 不多啦 一年大概1800多萬而已 那為什麼他們要去搶這個 因為這個錢好用嘛 各位這叫什麼 交際費 交際費跟其他預算都不一樣 就是我要喝酒 我要應酬 我要出去玩 我要幹嘛 就是那種小金庫的概念 愛怎麼花就怎麼花 所以他們到底目的是什麼 賺預算嘛 就是有油水可以卡嘛 所以各位你搞懂了嘛 我們講到物實層次的問題 心理的疾病要卡寒 但是物實層次上 民主基金會是什麼 1.5億嘛 它跟這些00種種的聯誉會 意思完全一樣 對他們而言 各位 就連這個1.5億 他們也不放過 都要吃乾媽淨嘛 所以這個黃玉琳跳出來 因為你知道董事長這個職缺喔 沒有人要幹 為什麼 我每天都接待各國貴賓 接待的好也沒有人給我掌聲 接待不好我還要出酒出洋相 還大家記得嗎 柯文哲 為什麼送我那時候破銅爛鐵 我丟掉有沒有 人家送他一個手錶 他說那是破銅爛鐵 就這種事情會發生 那執行黨是什麼 油水 錢 預算 所以民進黨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臉 我不要 蛋 骨子力 錢 這種事情我絕對要跟你咬到底 紅衛我們看到了 這個韓國瑜院長 他只是依照議事規則走 在國會就站上了人氣王的浪頭 這下卡不了他 會不會一轉身 台灣民主基金會 會變成民進黨卡寒的新戰場 我曾經說過 在過去兩個新交接的院長 包含蘇嘉全 包含游錫坤 當時他們2月1號 接任立法院長 在3月份 他們全部順利的去接任董事長 可是現在已經到了3月底 請問一下韓國瑜正式接任了嗎 沒有 而且到現在連董事會都沒有召開 好 你不開董事會就算了 但是非常奇怪的 這個台灣民主基金會 卻公布了新任的董事名單 就跟過這種所有的這種財團法人 跟公司的這個程序完全不一樣 你沒有開董事會 竟然可以決定董事名單 但是呢就是不願意確定董事長 所以現在韓國瑜到現在也不是董事長 好 接下來這兩天呢 又非常好笑囉 現任的執行長叫做黃玉玲 黃玉玲和雪人也 他事實上呢就是林佳龍的子弟兵 他最大特色我要怎麼介紹他呢 我告訴大家就是 林佳龍出現在哪裡 他就出現在哪裡 他的經歷就是如此 結果呢 他現在又發了一個聲明 他說啊 這個執行長啊 應該盡快的用民主協商的程序來產生 這也很奇怪了 因為你知道這個民主基金會的董事長啊 他是按照慣例都是立法院院長 而執行長的產生可是章程裡面白紙黑字 清清楚的寫 他的程序就是由董事長提名 經董事會同意後林派之 好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董事長提名 所以韓國瑜不是已經告訴大家嗎 他已經邀請了這個 國際關係的專家盧葉忠 已經要邀請他來當執行長 他也願意 而且盧葉忠過去也擔任過副執行長 所以不管他的學經歷背景 完全都符合台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的需求 可是到現在黃玉玲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為什麼韓國瑜還不聽我們的呢 因為我們所瞭解 吳釗憲去拜訪韓國瑜的時候 他很無奈 他沒有辦法 就反正哎呀 沒有辦法啦 董事長是不是還是要請你來做 但是執行長要由總統府來指判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韓國瑜是拒絕的 那其實韓國瑜拒絕的理由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按著張誠走 按著規矩走 就如同總質詢 我們就按照意識規則走 那麼執行長也按照張誠走 這有什麼問題呢 可是民進黨就是不願意接手 其實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卡韓 還要架空韓國瑜 五七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快點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摳更多人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100萬人的幸運兒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您